對面死了兩個 現在進攻凱撒是最好的時機 我也摳了一個進攻凱撒 結果射手不來幫忙打 法恩斯去單機了 聖約魔龍還有10秒就出生了 但這個時候我們家的刀鋒跟摩恩 居然跑去凱撒路吃兵線 我最討厭遇到這種一直單機的隊友了 前中期我們大順風 摩恩只打了11%的輸出 對面射手僅是大逆風 最後射了35%的傷害 莫非是射手差距嗎? 說說你們最討厭遇到哪種隊友吧 也記得幫影片點一個大大的喜歡 哈囉大家好我是優哥 I'm Yuga 看到我一開始兩等的緋淚 就知道我想要幹什麼事了吧 當然就是去反野啊 緋淚這個角色帶上極高一籌這個魔紋 一開始上兩等去入野 非常的厲害 因為他有兩個技能可以控制 如果你們還有什麼角色 搭配兩等的魔紋也可以很強的話 也歡迎留言在這部影片底下 這邊對方支援速度超級快的 他們不會去貪第一波兵線而不來支援 因為很多人看到第一波兵線 他們會優先把兵線吃掉 再來幫忙守野局 他們不會 他們直接放兵線 但是因為我有兩等的優勢 所以在前期可以看到 我一直被動轉起來啊 敵人根本殺不死我 欸我快死掉了 本來我要撤退的時候 阿斯亞好像想用二技能彈我吧 然後我就直接把他戳死了 成功拿到了三連殺 遊戲就是這樣子 我能做的事情就是 帶動風向、帶動優勢 就怕我帶動了風向跟優勢 結果我們家的後期角 完全不領情 就不知道在打什麼 這個是我最頭痛的喔 下路看到了雅蓮 他這個角色啊 通常只要打人 就會一直打到底 因為他一技能要站在原地 不能動 在那邊砍刀砍刀砍起來 像這個雅蓮就很好抓喔 只不過他殘血居然跑掉了 好險我們雙方打給支援速度都很快 結果剛好在旁邊 讓刀鋒拿掉雅蓮的人頭 這個烏工很可憐 他現在只有三等 還沒事了 壓過來 一技能才可以戳到 不過沒關係 我們繼續的追 我們快要四等了 被動轉起來大招 點點點 然後踩 那個悟空就死掉了 歐米加為了想要保護悟空 最後他自己也死掉了 剩下的是雅蓮 剛復活的雅蓮 又想要再死一次嗎 我們稍微等一下 藍buff復活了 可以來反這個藍 讓悟空沒有辦法長大 悟空最爛的時期就是前期 他只要把他前期打爆 他還有後期可言嗎 完全沒有 重點是我們把悟空給打爆了 最大最大的受惠者是誰 是那些軟皮腳 像法師跟射手都是 但我們家的法師是哥德爾 而悟空只要敲他 他馬上開始大招 所以哥德爾是不怕悟空 我們最怕的只有一個 叫做魔恩 但我們這場那個魔恩 讓我好失望喔 中路這一波 我們是超完美的三打四喔 我們收掉了雅蓮 刀鋒在網裡面切 可是因為我狀態不好 我就不跟著進去啦 最後刀鋒 欸那個錦號餐 算了就讓他去吧 好險我沒有進去 因為悟空也在旁邊 至少我們在少打多的時候 也可以做到二換二 那射手 魔恩 他就很努力的在上路農 農這件事情我不反對 但是我最想要看到的是 他在後期有相對應的表現 這才是我想要的 看到機器人 還想守藍區啊 大招一跳 戳一下就死掉了 雅蓮跳大 看來他應該是跑掉了 我們就繼續來反藍buff 讓悟空沒有辦法肥 沒有辦法拿到buff啊 經濟啊 跟經驗值 拖一下他的時間 那我們射手 利用這個時間 馬上肥 馬上賺錢 趕快的出關 欸哇 這阿茲卡大招把我推好遠喔 最後藍buff 居然是有阿茲卡給拿到了 而且 他們走回塔下 我又不敢進去 因為現在塔太痛了 你要進去扛塔 你那個風險太大了 所以就不進去啦 但至少我們把他打到殘血 他也一定要回家去補血 拖延一下時間 那我再往上路紅區去看一下吧 因為悟空有可能會吃紅buff 我帶的極高一籌這個魔紋 在8等前 我拿到的經濟跟經驗值 是會少40%的 可是我的 我現在的等級跟經驗值 反而領先對手 欸 哥德的大招控得還不錯 你看我現在殘血囉 只要被動一轉 直接回1700的血量 完全死不了 現在遊戲才5分多鐘 我們人頭已經快領先10個人 重點是對面還不投降 啊不對 遊戲要6分鐘才可以投降 你就知道他們 那個堅決的意志 我真的要給哥哥大大喜歡 因為他們永不投降 反而是很努力的玩下去 他們沒有因為 一個逆風 可能他們就吵架了 他們反而是更認真的來守野區 對不對 他們沒有因為野區一直被反 就不來守 他們每一個人都有來幫忙守野區 當然最後因為我們經濟是領先了嘛 所以我們在入野的時候很成功 每一次都成功啦 沒有失敗過 中路看到雅蓮 他也是10等耶 不過我後面是有貂蟬的 我完全不怕他 直接追著他打 被動轉起來 他也馬上開始擊走 我也繼續追 因為以一個908的戰績 我的概念就是有點大頭症嘛 有點腦衝嘛 看到誰我就覺得我好像可以打爆他 被動轉起來 回了2300多粒的血量 不過最後我還是被菫跟秒掉 因為現在菫這個時間 他基本的裝備都已經起來了 他該有的舒服都有啦 所以他打我好痛喔 剩下的就是看我們家的魔紋了 魔紋第一次在我鏡頭中出現 就是被阿茲卡還有機器人給控爆 我來我來救你了 快我們被動轉起來 你看機器人好煩喔 他大到一直轉 繼續的幫忙牽制一下機器人 讓魔紋去輸出 剩下後面還有阿茲卡跟菫刀風切起來 不過那個菫真的傷害起來了 哥德爾也被秒掉了 剩下真的只能靠後期角色 我們這些戰士啊 最主要是帶動前期跟中期 大後期就要看兩方的射手 誰比較強啦 像對面那個菫 我真的好痛喔 救一下到我阿茲卡還是死掉了 想當初 我本來是追著雅連打的 現在呢 居然換成雅連追著我打啦 你就知道對面的裝備都起來了 中路打了起來我馬上過去支援 你看喔 我就大招跳一下二技能拉一下 我就殘血了耶 你就知道那個悟空加幾在後期有多痛啊 因為現在中路兵線還蠻後面的嘛 所以你要推高地的話有點困難 而且對面也死了兩個人 一個悟空一個機器人 我就馬上摳了一個進攻凱薩 沒想到雅連就躲在旁邊 直接大招跳我 我一定會死 不然你看我們家摩恩 我們都摳了凱薩 他居然自己還跑去單機 吃凱薩吃生育魔龍 吃的速度要夠快 就是看射手 射手不來幫忙吃的話 我們這些戰士跟刺客 吃的速度真的很慢 那你說摩恩在上路分推 他頂多推到二塔 重點是二塔他也沒有推掉吧 那你看這一波 因為對面來亂 所以凱薩就吃不成了 沒有辦法在第一時間開凱薩 有點可惜 繞一下來側邊 拉到了菁 被動轉一下大招跳 菁居然觸發了死神鐮刀 沒有死 然後阿茲卡大招一個... 什麼東西啊 我們被反打欸 剛剛那個阿茲卡的大招 一個大 控了我們五個人 然後悟空再敲出來 我們剩下一個哥德爾 復活之後 當然對面吃了凱薩 然後剛好悟空有一個大失誤 在中路被抓到了 悟空死掉了 那現在深淵也大概18秒 然後對面也撤退了 代表說我們現在 5 我們可以5打4 他們少了一個悟空 我們再等10秒 就可以吃深淵魔龍了 但我們的刀� 跟魔紋兩個人 都給我跑去凱薩路 現在吃深淵是最好的時機啊 為什麼不來吃呢? 因為魔紋跑去對面的藍區 一個刀鋒跑去推凱薩路的兵線 請問這兩件事情 跟吃深淵魔龍哪一個比較重要? 所以深淵魔龍又沒辦法吃泡湯了 那只好來中路守一下這個天空巨龍吧 那因為貂蟬站的位置有點不太好 馬上被人家給秒掉了 所以現在對面的深淵魔龍 是最好的時機啊 為什麼不來吃呢? 因為魔紋跑去對面的藍區 一個刀鋒跑去推凱薩路的兵線 請問這兩件事情 跟吃深淵魔龍哪一個比較重要? 所以深淵魔龍又沒辦法吃泡湯了 那只好來中路守一下這個天空巨龍吧 那因為貂蟬站的位置有點不太好 馬上被人家給秒掉了 現在對面每個人都滿血 刀鋒你不要啊 魔恩 你怎麼現在在裡面? 哎呀啦 他們兩個被機器人暈到 我回頭稍微控制牽制一下 但他們兩個還是被抓掉了 唉 我只能說 前期再怎麼努力 隊友沒有辦法去掌握你給的優勢 前面做的一切都是在做白宮 最後我想要把兵線打掉 讓他們沒辦法推主堡 但緊這傷害真的太痛了 完全扛不住 最後要給你們看一下數據 對面的緊他射了35%的傷害 重點是他們大逆風 可是我們家的魔紋大順風 居然只有打11%的傷害 對面的悟空跟啞鈴有多慘 你看他們的輸出就知道了 莫非這場就是我們所說的 射手差距嗎? 好啦影片的最後 希望大家都可以遇到正常一點的射手 我是劉哥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